詞曲 李宗盛 其實在之前我畫工具 我想大家都會明白 畫畫的時候 一筆下去就立即見到效果出來 在板畫甚至在私人上的畫 是另一種想法的方法 在PolyBudio業後 去了美國 做了兩年私人 覺得板畫還可以再做 當時有兩個選擇 一是選擇Letrain 一是選擇Diffle 偶然機會有一個朋友說 就是私人是最容易的 石印是最難的 當時我就說 好,我看看有多難 就選擇了做石印 為何要做板畫 因為我的圖像是非常畫面 畫不到出來 這是一個很好的媒體 去幫助我做我的作品 石印的習慣就是 化學反應的規律 我覺得這就是在規律之下 你無論如何都要乖乖地聽 要遵從規律 那件事你才會做到 這對於我來說是多重要 有幾樣東西我當時在試 想挑戰 analog和Digital 兩個不同的製作技巧 其實我們很大 一個東一個西 物料之間的關係 還有空間的處理手法 拼貼collage 對我來說有兩個方法去做 第一個就是真實地用實物去影印 再把它拼貼出來做版 第二個階段的collage 是在Photoshop 在軟件裏做collage Photoshop有一個好處 亦是一個不好處 你有一件事是analog做不到的 那件事叫做undo 又有history 看回 有太多的選擇的時候 你會有點困難 那個instant 或者那個gut feeling 不見了 在你手工做collage的時候 當那件事 放在一起 到位置到的時候 你知道 你很清楚知道 那你就來了 那就開工做了 我一直在用影印機 去生產的畫面 剛剛遇上一架刷刷 他出了ERROR 他刷刷了一群馬 當時我見到之後 就大起過網 就拿了那些馬 一大大 因為那些是一些 數據的產品 你怎樣畫都畫不到 於是就成為 圖案之下的其中一個層面 其實為何石板畫可以做成 就是因為那個化學反應 鋁加脂肪加酸 這三樣東西 令到圖像可以在石頭 或者在平面穩定下來 你可以印 是固定了在這裏 但是同時他們的強度 中間有很多空間 如果你熟悉了它之後 它會聽你說 是一個挺有趣的力險 因為有時你會一身汗 好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廣話工作室最初是在上海街404號4樓 是一個大約800呎的唐樓單位 去到2008年搬來JCCAC蔡美會蔡美術中心 當時我們在九龍灣和在這裏都是大約1000呎左右的單位 2015年的夏天搬過來 地方大約四倍 營運所有東西就變成400倍艱難 空間大了 令我們可以做的項目規模和複雜程度多了 有藝術、有藝術 尤其是有藝術這件事 亦可以令我們做多了很多不同 和以前做單向性工作室不同的東西 多了活字這個部分 這是從未搬進來之前因為沒有空間 第一年我從對面看過來 我覺得很超乎現實的 竟然有這個地方 其實今天仍然覺得是 我們可以做到層次ading 我們可以做最好 我們可以做一件線 的我們可以做最好 我們可以做最好的 有一個非常體驗 可以做最好的